之前在过世的时间 推介638都和大家说最关键的业绩的表现 到底可不可以对版和它将业务 一路发展到电器和摩打业务 究竟行得对不对 就这样看用数字去解读的话 就没有行错了 因为现在电器的业务是占它的七成 另外摩打业务占大约是三成左右 如果用一般的工业股都是七至八倍PE 例如彩星玩具那时候都是大约是七至八倍PE 应该要看到它是三元 亦都是我第二个目标价 如果做得很好的十倍PE是四个多 但我先用七倍PE去计算是值三个两号二 如果是八倍PE是值三个六号八 这是计算的了 排五仙在我的角度来看 是认真做好现在业务的时间 亦肯和股东分享成果 尤其是刚才提到下半年比上半年多赚了一倍半 这个亦都是我看好的原因 你看到业务回顾方面 其实那里来到也会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因为它在独山贵州 如果你熟内地的政治贵州代表是谁呢 贵州代表是习近平主席 在那边他们是有地的 我也不担心在贵州那边的发展 亦都如果继续做好的话 那会在那里 亦都将来有一个盈利贡献 我自己觉得